嗨,大家好,我是默克玩什么的讲讲 世界各地都有创世神神话的存在 像是中国的盘古开天地 女蛙造人 西方的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 那么日本呢,就是今天的主角 叶娜琪和叶娜美 因为他们的名字实在有共难练 我们姑且就先称呼他们为 阿琪和小美好了 这对阿琪和小美是日本神话中 第一对有分性别的神明 这个阿琪和小美身为老妖兄妹 蔡娇娜就是要蔡娇娜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生出来第一天 就被上面的长辈命令去创世 讲白话一点就是要他们去生小孩啦 懵懵懂懂的阿琪和小美 拿着长辈给的长毛 往那坨白白稠稠的液体里面搅啊搅 结果尖端就滴下了一滴 这个... 这些东西 就变成了一个小岛 不要以为我在这边讲干话 就连英国的学者张伯伦 都觉得这段有点那个 百般无聊的两个兄妹 有一天突然突发奇想 开始研究起了健康教育 小美说 我的身体好像还没有长好耶 凹了一个洞 阿琪说 哦 我长得是还不错啦 但就突了一个东西 下一刻 阿琪语出惊人 那不然就用我多出来的地方 放进你凹下去的洞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好 我真的没有在唬烂 那个古事记上就是这样写的 于是两位神明就各自绕了柱子 往对方迈进 没想到肉食系的小美 居然抢先开口 这两个神就那个那个 结果生出了两个残缺的神 立刻就把他们放水流 其中一个就变成了 现代的淡路岛 有点手足无措的两兄妹 决定去找长辈商量 结果没想到长辈说 哎呦 你们要做这种事情啊 应该要男生先开口 他们回家之后 就照着长辈的建议 step by step 果然就生出了健全的小孩 藏到甜头的两个夫妇 于是就开始在床上 大战七天七夜 接连生出了日本八大国土 不过故事往往就不会这么顺利 小美在生产火神的时候不幸被烧伤 治疗无效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一命呜呼 失去爱妻的阿琪 虐狗冲突 结果这个还没有享受到神间温暖的火神宝宝 就被她老子给宰了 原来日本的神明也是会撬辫子的 悲痛万分的阿琪实在忍不住 决定走一趟黄泉去找爱妻 到了黄泉之后 前来应门的 就是她思思念念的小美 有想到小美一脸哀怨的表示 你是才有狗门耶 那我以前来 我已经饿到吃了黄泉国的食物回不去了啦 虽说如此 小美还是去找了黄泉之神商量 并且特别交代 阿琪你不可以偷看喔 因为人都是犯贱的 就算是日本的神明也是一样的 越是叫你不要看你就越想看 没想到这一看 事情就真的大条 原本貌美如花的小美 竟然变成了不明生物 全身腐烂卡满的曲曲 阿琪笑到立马落荒而逃 恼羞成怒的小美 于是绕上黄泉的鬼神 一路追杀上去 途中来到阴阳交界的黄泉比良版 这里正好长了棵桃树 阿琪恶话不说 摘下桃子就丢 没想到魔君看到桃子竟然落荒而逃 阿琪最后推了一块大石头 挡在比良版前 阻止了阿美的前进 阿美愤怒离大喊 我要每天杀掉你一千个国人 阿琪不甘示弱的回忆 谁怕谁 我就每天生一千五百个人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 全身臭毛毛的阿琪 跳到河中去洗澡 结果脱下了内衣裤和配件 全都变成了神明 其中包括了大阪 筑籍大社的筑籍三神 而她洗左眼时诞生了 太阳女神天造大神 洗右眼时又生了月神 月毒神 洗鼻孔则病出了虚左之男神 并下令他们去管理 白天黑夜和大喊 阿琪和小美的故事到这里 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你可能会想 自己到底看了什么鬼东西啊 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 看出一些概念跟想法 日本的神明感情丰沛 也会做出一些不太正确的事情 和我们人类很接近 和某些童话字词 也跟这些神话密切相关 除了阿琪和小美的故事 日本还有很多很白烂的神话故事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分享跟订阅 还有开启提醒的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